你跟他之间是暂时的分开 还是缘分已经尽了 选择你有感应的牌卡啦 我们说我们每一次在等一个人的时候 都会想说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啦 所以与其这样子遥遥无奇的等待 每一个人都会想说 如果真的确定我们的缘分断了 那我就不想要再死守这一段感情 把自己困在这里了 所以呢 你以为内心的强大 跟真正的强大 这时候相就要帮你来 来去好好的抽离这段感情 真正的内心的强大 我们会以为是无情绪困扰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受到情感的困扰冷静的自若 可是其实真正的情绪 真正的强大 代表的是你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并且你也开始去认可自己 同情自己 这不代表说 内心真的强大 是完全摆脱情绪问题 而是你可以去接受自己 对于这一个人的情绪 负面情绪 并且跟他一起的相处 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人 不会否认自己的情绪 而是会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努力的改进 所以像今天要来让你们认真的去面对 让自己内心是真正的强大 这段关系 暂时的分开还是真正的就是彻底的结束 缘分已经 选择你有感应的牌卡 相信那根心疗愈你的心 记得订阅起来 来看一下你所想的这一个人 跟你之间的缘分 是暂时的还是说 是一辈子的 请问一下是暂时的分开 还是说彻底的结束啦 那我们来看牌卡 还有没有后续的发展就知道了 如果呢牌卡都给了你 结束结束 不再往前 那当然这段关系 就是彻底的断开啦 他不论说是否已经断开 相都要希望你们记得 内心要真正的强大 因为内心不是真正的强大 那确实就是我们所的逃避 真正的强大就是面对困难 面对问题 你可以去直接跟他正面迎接 不会再看到他的时候想要躲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抽到这三个月亮牌给你的讯息 这一张牌呢代表的是 信心是成功的关键 也就是代表出新的周期开始 你们两个人很明显的 就是暂时的离开啦 因为新的周期呢 他会开始 而且你们两个人 会规别原有的那种的不开心 最后面变成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 那如果你想要的 这一个人跟你的缘分 再重新的回归 是更加的永续经营 那你要记得 你要让自己的外表看起来是更加的华丽 甚至呢 可以成为重人矚目的焦点 所以呢 你想要跟这个人再次的联系 你需要提升的自己的外貌 自己在这个社会上 在男女之间的这一种竞争力 只要你成为重人矚目的焦点 每个人都关注着你 不论你是要用你的粉丝页 或者是说你要用你的外貌呢 只要你的人生有值得 被他所炫耀的东西 那我必须得说他来了 所以呢 这一个人会不会来 来自于你有多么的提升自己 多么的爱自己 甚至你可以提供的东西 你要觉得自己觉得骄傲 比如说好了 如果说今天一群人里面 你就是丛林之王 或是丛林女王 你相对于这下很能调整自己 你要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 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所以你们只是暂时的分开 记得你要持续的骄傲 宠爱自己 这才是你应得的哦 因为某某程度你是高他于之上 那香在施展的时候 就有一位小帅哥来找我啊 那我帮他抽牌的时候 我们就抽到了一件事 我都告诉他说 记得你的感情 只要你付出 这种感情就结束了 那很多人就会说 为什么我真心的对待 我永远都得到的是一种 真心不被值得 其实这很玄 我们说科学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那就要交给玄学 你长得漂亮 老天爷给你一种 天生的一个优势 可是确实会给你的磨砖比别人多 那如果说今天 因为你长得漂亮 那很多人来找你 你会误以为 每个人都真心的付出 可是其实大部分人 只是想要征服你而已 那他得到你以后 他就不会珍惜你了 为什么 因为会征服人的时候 他追求的是一种 得不到的感觉 所以呢 抽到这个舞台的 也就是代表 你记得你的外貌 或者是你提升的外貌 都是你的优势 可是记得 你就不能再付出 你要成为那个骄傲的人 有一句话 我觉得 有一个品牌 很久以前 现在已经没有了 但我觉得他写得很好 他就是说 我要永远成为 那追不上的女孩 所以香呢 从小看到这个品牌以后 我就知道一件事 我永远要成为 别人追不到的 的人 甚至 当我决定 离开这段关系的时候 我要让他 看不到我的车尾灯 所以呢 香就是把这个名言给你 这就是于你们 你们一定要 成为别人 追不到的车尾灯 那这个 你所想的人 他才会紧紧的 想要拴住你 一直追着你跑 好吗 所以只要你 不够骄傲 那这段感情 确实 你就会被辜负 那这是一个双赢 那都已经双赢 又坠入爱河 然后我们就撤这个人 你跟他的关系 还在 还在继续 你们只是暂时的分开 可是你要去做一个 自我的提升 你跟他的那个 密切的联系 是非常非常非常深的 那一样 你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蛮多人呢 会抽到那种 我跟他断开了以后 我再重新的连结 我告诉你 抽到这组台 答案就是yes 为什么 你们必须要结束 以前的不愉悦 进入到 新的承诺的水平 那以前他曾经的承诺 就lay go吧 就放开吧 你们要的是什么 要去发展的 叫做以后 所以才会说 暂时分开 那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现在就是一个 正确的 结束的时间 不要抗拒 或者是你们 已经早就结束了 不要抗拒 这个代表的是 透过这一个 时间的断联 你们两个人 才会去更认识自己 更发现彼此 跟彼此 从原本的磨合 到原来 你发现 你们两个是适合的 所以才是双赢的结果 你将要等待的答案 即将会来 所以你们的复合呢 的时间 已经快到了 暗时的分开而已 所以你们还有 更多的缘分 未完的故事 还在代序当中 就等你们两个连结以后 开始写你们自己的故事 承诺正在接受考验 确实你们以前的 曾经的承诺 他接受了考验之后 他过得去吗 宇宙要告诉你的是 其实可以 只不过曾经的那个承诺 曾经断言的那个原因 要微调一下 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如你所愿 因为这就是障碍 这是宇宙测试 你们两个爱情的方式 你实际上 以为什么是可以 对不对 可是你要相信 不论说你跟他这间的磨合 到现在到底 适不适合这种差异 你都可以克服张牌 你都可以做得到 只要你心里想 你做得到 那肯定做得到 如果你一辈子都在想 我太难了 我没有办法 你负面思维 那你的梦想永远 就是已经默默的 你自己都选择放弃了 如果连你都放弃了 你要怎么样 让对方来看到 你的积极度 跟你一起的前进呢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你所相信的东西 它终究是真实的 所以你要先相信自己 你现在要追求好自己的梦想 所以回到了第一章 你必须要让自己怎样 变得更好 更美妙 甚至在于你的世界 你要成为那一个佼佼者 那你们两个人 重新的承诺即将会来到 所以你们两个人 就是暂时的分离而已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危机 只要你愿意 你要明白 你们两个人还会发生很多戏剧的变化 只要你愿意 这个暴风雨 就算来临 你也可以保持坚强 记得提升你自己 不论是外貌 成就 这才会成为你可以抵抗这个暴风雨中的垫脚石 你们两个的关系就会继续下去 所以恭喜你呢 关系只是暂时的 过不久 就会再次连接 而且会提高更深的水平 可是记得你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这就是你的牌卡啦 喜欢我的牌卡 记得给我赞 如果这些牌卡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谱一次哦 那如果说你已经使用了 还是有一些疑惑呢 想要免费领取免账 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呢 每三个月会有一次的文字占谱领取哦 将天天更新疗愈你的心 如果一天一支影片还没有办法满足你 记得加入我的会员频道小儿的赞助呢 就可以抢先看到新的影片哦 要学占卜数一样在会员频道 那我们明天见 我们看一下你所想的这一个人 他跟你的缘分是暂时的分开 还是其实就是彻底的结束 我们来看那个浪漫天使卡 要给予你什么样的回应 新的爱有一种我们势必的要去搜寻新的爱了 那如果后面的牌卡一样叫你找新的新的 那确实你们两个人之间就是近了 可是万一他是要告诉你说新的关系有所突破 那你们的关系还有可能继续哦 来这里有一个你的前任 所以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张牌卡呢 是新的爱 所以你们两个人关心 是展开新的关心 还是说彼此最后面呢是分开去找新的恋情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张牌卡告诉你的是 你们两个人之间 必须的说一定会有人去跟新的人连结 激情他的浪漫情怀 或者是你的浪漫情怀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世界 有第三人去插足了 或者是四个人有可能 总而言之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将会有新的人进来 而且引发了彼此的兴趣 可是好处是什么 这一个新的人进来会造成 坚定的恋爱的关系的出现 听起来如果是你碰到追求者 可能听起来很兴奋 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 那这一段的关系 会因为第三人的进来 拥有第三者新的爱情 那一个人会内疚 甚至有沉重的复营 那也就代表是 你也有机会遇到新的人 可是很奇怪 你遇到了新的人 你没有办法放开这段感情 你反而会有内疚的感觉 宇宙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是你遇到新的人 你是很可爱的 你永远不知道 你的现在选的这个伴侣 什么时候会来到 如果有新的人进来 你应该要去得到爱 不要去排斥 你就是应该要去接受新的人的存在 而且开始新的恋情 这个人会给你潜新的感觉 而且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你们两个关系是有机会开花结果 所以即将来到这一个人 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正缘桃花 什么叫正缘桃花 确定会跟你连结成结婚关系 以结婚为前提的人即将出现 那就不多说了 反正结婚再进行下去 真的结成的逆源 还是有很多种 那就是未来了 只是说在此时此刻单身的你 或者是说你要寻找 等待这个人 还不如说宇宙说 你去找一个新的人 可能比较好 所以这张牌也积极的 叫你要参加社交 你有机会遇到一个有趣的人 而且是浪漫的人呢 会让你心中充满的希望 也代表未来充满希望 你也已经准备好了 那宇宙都说你已经准备好了 代表你还要等这个人吗 不用等了 好吗 叫他赶快滚蛋 OK 你们两个人之间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新的人会给你 充满未来的期待跟希望 不会像这个人一样 再给你换得换失 不知道所以来 new love 它代表的是爱情新的开始跟希望 它会鼓励你追求爱情的机会 只要你相信 宇宙给你新的人 跟你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那你还不 还不赶快 赶快那个手机拿起来 约会约起来 甚至于多参加社交 对于你们来说 很快就能够脱单了 就怕你自己不去认识 很多人来找香 说香我又没有桃花 我说你一直有桃花云 但你人不出去 你要怎么样接受桃花 是不是 所以不要把自己局限了 所以这张牌叫做我的事 请释放你的前任 所以你们的关系叫做缘分已尽 是时候刷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 不应该再把自己的经历放在这个 不需要再回头看的人 一旦情感上的经历释放了前任 那感情确实就会得到改善 所以新的恋情即将在等着你 而且你释放这个前任以后 你会发现原来离开他 你过得更好 甚至自由的感觉 而且这张牌一样有 吸引新情人的能力 所以你就会代表 当你自己提升自己以后 然后开始接受新的恋情 你那个前任还跑回来看看你 可是宇宙要告诉你 一旦你决定放假过去 放弃了 那你就完成了任务 跟这个人呢 也确实该结束了 你可以呢 拿一颗洋葱 好好的剥个皮 好好的哭一场 那些曾经就有的关系 就随着你的眼泪 随着这个洋葱 就给他过去了 虽然有一点熟悉 但是也必须告诉你 你必须要继续释放你的前任 因为当你释放了以后 你才有办法吸引更好的人 来找你前进 如果说你现在 要把旧的感情你还是放不下 那宇宙说 你就当初写一封信 把他的那一种 好的坏的通通写信信 就把他燃烧 如果你说 我就是要写小作文 去勤勒我的前任 我觉得那你就去 总而言之记得 是时候了 时间到了 摆脱前任的执着跟疑恋 就让他走 但爱情中有时候分手 本来就是无可避免的 那这张牌代表说 现在这一个感情就必须得结束了 而且你必须要放下过去 的那个恋人 你才有办法勇敢的去面对现实 就像香刚还说的 这支影片就是要告诉你是 你必须要接受这一个 他离开的情绪 跟负面情绪 同情自己 真正内心的强大 你必须要去摆脱 情绪问题吗 不是 而是正面的去接受 对这个人已经成为过去了 与他共存 从中学习 不要去否认自己的情绪 接受自己跟他之间的不完整 故事已经结束了 努力的改进 你才有办法成为那一个 真正的复原的人 甚至懂得自我照顾 不要只是靠着忍耐 来应对你的困境 你已经拥有了 治疗自己的能力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有保持 基本的生活的规律 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健康 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强大哦 所以宇宙说 接受过去的一切 接受我们说的那一个情绪 你一定要开始 人生新的一页的 怨情的篇章了 这张牌提醒你 放下过去 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是确实需要 时间跟耐心的 就像香说的 你不用紧张 用时间换取空间 你就会得到你说想要的 你需要释放所有的情绪 跟情感 记得是接受过去 才能真正的放下 你一直抗拒或者是去思考 他以前那些是为什么 你去救出这些未成什么 对于你来说 都是一种痛苦的过程 因为你把自己 放在那一个痛苦的回忆里面 反复的把自己 丢进去那个坑里面 虐待自己 宇宙说 时间到了 不要再虐待自己了 你明明就可以更加自由 跟幸福 你以为是他绑住了 你其实不是 是你自己绑住了 你自己 你该打开自己 给自己捆绑上的枷锁了 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真的已经放下了过去了吗 你放下了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宇宙要告诉你 你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情感 找到放下的过去的方式 你才能真正的放下 才能够为新的爱情 跟机会散开心扉 所以这两张牌都要告诉你 前任已经成为过去了 你必须要怎样去接受 因为很快有一个人 已经要来到你的生命中了 是吧 表达你的爱 所以啊 宇宙也要告诉你 那如果说你真的依依不舍 那你就继续的采取浪漫行动 勇敢的去表达你的爱 他的回应会告诉于你 这段关系是不是要继续 但宇宙这一张 比较希望你去做的是 表达你的爱 是你感兴趣的人 邀请他们去约会 向你所爱的人 发送鲜花 文字或礼物 也就会代表说 如果这段关系 你确定要放下了 你也要去像相说的一样 变成强大的自己去面对的 那你就跟他诉说你的爱意吧 你去吧 如果你愿意付出 他给你回馈 那当然你就会自然而然的 得到很多人的爱 可是你要小心 因为相说 你要面对的是什么 如果说他今天拒绝你 你必须要去接受 但不要抱歧 这样你才可以去得到你所想要的 你必须要接受 不代表的是你 就是孤单跟自我封闭的 你最主要的是 至少你可以跟他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去支撑你们之间的连结 那相对于之下 当你跟你讨厌的人 可以做朋友的时候 那你内心的强大 就是非常的勇敢的 那像香 其实会跟讨厌的人做朋友 为什么 会是讨厌的前人做朋友 因为我想要看他 我就是要眼睁睁的盯着他 在我眼前 他回来跟我说 他过得多苦跟报应 我才会感性 因为香是一个火星在天蝎的人 我觉得呢 今天我们必须要承得住气 你可以得到你要的 所以如果你跟这一个人 也确实的就是真的还爱他 放不下他 那你就要更强大的内心 去面对他 心里再怎么悲愤 再怎么想要用 想要刺激他 或言语攻击他 你都要忍住 忍住甚至跟他当为朋友 只表达你的爱意跟情感 那确实 你跟他之间呢 你才可以去变得更强大 那其实香是不建议这件事啦 因为我比较建议的是 就是离开这个人 去追求你新的人生 因为这一边牌 我觉得比较看到的是 当你好像跟别人 谈恋爱谈得很开心的时候 这个人就回来了 真的很奇妙 所以呢 这一个人反而是 你沐浴在爱里面的时候 他就越想要跟你接近了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只要你表达自己的需求跟爱 甚至你交了一个新对象 放闪 他还回来问你说 你过得很好 什么之类的 就这个人就是有一点 病态 当你不要他的时候 他就来了 可是当你要他的时候 他却不好好珍惜你 随着关系的宇宙说 不要管他说 是不是会回来 你现在要做的事 你看他的缘分就是近了 请你去展开一个新的关系 新的人要进来的 你不赶快 把这个旧的人 从你心中赶跑 那新的人怎么进得来 不是 不是新的人不好 而是你没有把旧的人赶出去 你怎么接受新的人进来 对吧 喜欢我拍卡 记得给我一个赞 如果这些拍卡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一次 当然你已经使用了 记得追踪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 可以获得免费的占卜 那一样就是三个月一次啦 如果说你已经订阅了 香已经天天更新 疗愈你的心了 你还是没有把他满足 那当然就是加入会员频道 小儿的捐赠 可以看到香预录的影片 直接上传 那想要学占卜数的 一样就会员频道 那我们下次见 我们来看一下你跟你所想的人之间是怎样 那这个牌呢 就会比较短一点点 因为他只有13张 但我很喜欢这个猫头 因为他只是简单精辟 然后跟香颖很快很准的 所以今天的这一支影片 就会非常的短 这一个组的啦 我们来看一下你所想的这个人 是不是缘分近呢 就这样子 去看你 如果当然是no 当然就是缘分没近 你跟他之间的缘分是还没有近的 那一样有放下 那也就代表你们两个人 以前的那些种种 必须要放下 这个人才 才有机会回来 甚至聆听你的直觉 现在不是时候 所以跟你 你跟这个人的缘分还在继续当中 但是不是 不是短期间内 就是时间了 你需要等一个长久的一个等待 而且要获得更多的资讯才有办法 那我们看到这个no牌 很明显的就是 我刚才设定的问题是 你跟他的缘分是不是结束 像是yes or no 是设定的主题 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某种程度 否定代表的是不行 那你这一个问题不可能实现 因为现在不是最佳实例 所以这里有一个最佳实例 你应该要形式自己跟他的问题 你跟他的缘分还可以继续下去 可是你要如何去转变自己的方式 策略跟态度 那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或是寻求其他的机会 那no牌也代表说 你们的锻炼还有一段时间 你需要更有耐心 更坚持更努力 你才有办法跟这一个人再续全员 可是答案是会有的 而且聆听你的直觉 其实很多的答案都在你的脑袋里面了 如果你都没有好好睡觉 然后每天胡思乱想 但你没有让你的脑袋休息 宇宙告诉你的是 明明答案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 你的灵会来告诉你 可是你忽略了自己的直觉 一直用脑袋一直不停的去想 那确实你没有办法找到关系 问题的缘由 你们两个人怎么样 有新的开始再去这个前院 直觉是目前为止 对于你而来说最准确的 你应该要聆听的是自己心里面的指导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就听一下你内在的那种的声音 天使呢将会透过于 你在放松的时刻 你可以做一个SPA 或者是去游泳 或者是去运动 那自己筋疲力的睡着以后 你醒来以后你会发现 你现在才会觉得自己真实要的是什么 因为你对于外面的那种嘲杂的声音 你失去了你真正你直觉是什么 你心里面的灵想要告诉于你什么 你所想知道的事情它都是真的 记得你一定要去试图的发掘自己内在的指引 是什么 那聆听你内在的声音 其实宇宙要告诉你 你不要仰赖太多别人的意见 而是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别人可能给予你说这个人很烂 不要注意下去或者什么 宇宙说Stop 不要听了 你要做的是停下来 聆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 宇宙会告诉于你 你最后面就会变得清晰 不会再混淆了 因为你要深入了解 是内心跟这一个人你要是什么 建议你透过冥想 瑜伽 灵性的时间 或者是你可以静下来的方式 有些人是看书 你就会得到那个灵性跟直觉的指引 告诉于你 你要是什么 在正确的时间 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要采取行动了 他这边有一个放下牌 也就代表放下跟你想很像 我不要再去纠结那一些 我觉得脑袋里面一直在胡思乱想的东西 也就代表是时候跑出这种状况 不要再专注于找出解决方法跟时间 因为你要做的就是冥想 因为其实不健康的关系必须要放开 那没有办法满足的关系 也确实要放开 因为你更好的事情才会发生 你一直纠结了那些过去 你就看不到美好的事物在旁边发生了 如果你一直在哭泣 你一直低着头哭泣 那你怎么会看到旁边飞来了 一千块大钞 然后在那边飞扬 你就捡不到啦 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 你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所以宇宙教你冥想 你要的是什么 请你放下 宇宙会交给圣灵 他会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梦想要什么 那你许一个愿 你放下 许愿 冥想 其余都是交给你的天使 他会帮助于你 愿望实现 那放下也就代表某种程度就是 现在的状况 你的控制欲太强了 宇宙教你要释放你的控制欲 跟学会放手 遵循了这一个宇宙的法则 学会叫什么 顺其自然 如果你一直努力的想要掌控某件事 或者是他的行为 那你只会越来越疲惫 那你只会越来越疲惫 你抓得越紧 你手上的那个流沙 它流得越快 你会发现轻轻捧着的时候 那个沙 它就永远在那里 也就是代表放松一点 放下过去 放下未来的担忧 珍惜每一个时刻 你应该要做的就是放下控制欲 让自己轻松自在的 舒舒服服的 你将会开启跟他之间的更多的机会 跟可能性 放手不是放弃 而且学会不要那么的执着 学会跟他做一个信任 你放手同时的时候 你的那内带直觉和灵性 就已经梳醒 那再来 现在不是时间 确实你需要时间去换取空间 让与你的心平静下来 当然啦 也是试图的 也是让对方 暂时的 也要明白说 现在我们彼此呢 就是冷静一下来 现在还不是一个 重新开始的好时机 但未来是会有的 要有耐心 等待时机完美的时候 天使会给你一个信号 那现在不是进行任何事 所以请你现在放下手边的事 什么都别干 因为当你一做了 你又开始焦虑 那你不如什么都别做 所以每一次 就会有很多的粉丝来问 想说 像我现在要做行动吗 我都抽到那种 请你什么都别做 才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你可能需要 更多的准备 自己的内心 但也有可能要等待 更好的时机 对方学会也放下 你们两个人 他会有机会找到最佳的时机 去得到一些连结 那避免过早或过 你的行动措施良极 但你不用紧张 反正想天天发便 你很快就会知道 什么时机来到了 那这个时候就代表收集资讯 当然你也是要观察 他的四四非非 在决定自己行动了以后 得到的是修罗 还是正向的 因为毕竟现在的社会 教育软体实在太方便了 人与人之间呢 要认识人太快了 所以竞争也非常的大 所以宇宙说 请你查询你更多要的讯息 除了你自己内在要的是什么 跟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 跟此时大环境的周围的状态 去跟他说话是对的吗 你可以去寻求那一些相关的 帮助的意见 就代表你需要很大量的资讯 去得到数据 从网路收集资料 你跟他之间呢 你所困惑的事情 先暂时停下来 不要急得住决定 等于是有一种我们说的 收集好资料像侦探一样 再选出自己不委屈的方式 记得一定要尊重自己的情感需求 价值观和长期的目标 以免让自己活在这个后悔当中 如果说可以 你的贵人就是别人 所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寻求对方的帮助 寻求对方的帮助 才能够让你之间 可以去得到你所想要的结果 那你就不会硬车换车换车 记得做一个强大的人 只要你愿意面对你强大的情绪 做自己的英雄 好不好 因为真正的英雄呢 是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之后 依旧热爱的生活 所以你不需要因为别人 而去失去了你热爱生活的本质 一个真正内心的强大 他是最接受这种感情的脆弱 但是能难依旧勇敢的生活 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更愿意善待自己 好好的照顾自己 聆听内心的声音 有没有选择你内心想要的选择 好好的生活 所以希望香香甜的粉丝 都可以真正的内心强大起来 我们就一起更加幸福 喜欢我的拍卡 记得给我的账 如果这些拍卡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也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账卜一次 那当然啦 如果说你已经使用了 但你还是有所疑惑 记得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跟Facebook 每三个月香会有一次的 那种免费文字账卜 领取 当然啦 香已经天天更新 聊运的心了 每天发一支影片 还是没有办法满足你 记得小儿的加入会员频道 可以抢先看到一次发布的 所有的新片 那会员频道的教学 也是可以